当你想到中日甲午战争时 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 是那场历史不到一年的战争 还是在许多历史书中的记载 然而甲午战争的背后 有着许多令人惊讶的秘密 或许能够让你对这段历史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你知道吗 在战争前 多次来自俄国和英国的警告已被接到 告诉他们日本正在策划进攻中国 但是由于内部的腐败和不作为 这些警告被忽视了 结果当日本在朝鲜海峡突然发动进攻时 中国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最终惨败 而在战争中 不仅有中国海军的失利 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战争情节 比如中国海军的战舰大多数都是木制的 而日本则使用了现代化的铁甲舰 这导致中国船只在战争中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此外 日本还使用了一些先进的武器 如蓝胶炸弹和毒气弹 使得中国军队在战争中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更让人惊讶的是 日本在战争前就进行了大量的秘密谋划 他们向欧美国家宣传中国的腐败和软弱 影响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声望和支持 此外 日本政府派遣了大量的特工和间谍 潜入中国和朝鲜 收集情报和策划战争 这些都为日本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战争后 被迫签订的协议条约 以达成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和澎湖群岛 赔款两亿银元 开放四个通商口岸 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又一次屈辱 此外 战争也导致朝鲜王朝的崩溃 成为日本殖民地 对于日本而言 甲午战争的胜利 也让其在东亚地区 获得了更多的影响力 为其后来的扩张和侵略奠定了基础 战争后 开始进行自我反省和改革的行动已展开 但改革的进程并不顺利 这也为后来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然而 甲午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它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意识 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反侵略的斗争 同时 这场战争也促进了近代中国 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学习和接纳 为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进程 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进程 对西方科技和文化的进程